还有狗的权益也得照顾 在高雄东宝志工接会一个投诉电话 真的很不合理的是 这户人家是住一个男子 他租屋而住还养了七只狗 但是男子已经失联五天的时间了 七只狗完全没人喂养 眼看就要饿死了 志工连同东宝处的人员来到现场处理 把他带回家好好收养这些狗 但是东宝处又说 因为没人喂养 没有主人的签结 不敢带走 又把狗给送了回去 这明明是要饿死他们嘛 因此志工非常不满 洞宝志工怒批洞宝处人员 说他们见死不救 那你们要等他死吗 没有啦 你们上个礼拜五就应该把他带走了啊 就因为巷子里这间公寓一楼 有七只狗被四主丢在房子里 不管狗狗都已经二五天了 屋子里传出恶臭味 狗狗大小便没人亲臭气重天 一直到住国外的屋主被里长通知 赶紧跨海跟洞宝团体求援 所以他今天早上跟我投诉 我才知道这件事 结果洞宝志工接同辖区里长警方 以及洞宝处人员前往 一打开门让所有人褪笔三射 因为里头真的又臭又脏 洞宝志工第一时间协助洞宝处把狗带出来 洪贵宾小雪纳瑞身上的毛 全打结还都沾了一身的便便 七只狗终于被救出来了 洞宝志工很庆幸及时接获屋主的求救 上个礼拜五已经把他带出来了 又有把法又把他带回去 丢在那个地方 洞宝华里面就有规定有立即危险 洞宝处自己去认定就可以 因为他是主管机关 洞宝处就可以强行末路了 如果洞宝志工没接到投诉没来处理 难道洞宝处要让七只狗活活饿死吗 洞宝志工说真的太夸张 这个没有人知道就是等死了 对不对 是不是很好笑 记者邱俊平 许静一 高雄报道 这是什么事情让房东跨海求救呢 在高雄市有一名男子 他乘租了房屋之后 不缴房屋就算了 最后离开的时候 竟然把七只毛小孩丢在屋里置之铺里 那么因为传出了臭味 没有清扫让附近的邻居忍无可忍 直接告诉远在国外的屋主 让这名屋主只能够跨海求救 洞宝团体在下午请房东的 有人帮忙开门 赶紧将这七只小狗来送医 如果屋主没有跟我联络 你们是不是不当一回事 不会啦 为什么不会 洞宝人士气到破口大骂 因为屋里早就一片脏乱 有七只小狗被丢在里头 脏乱没有食物 邻居早就无法忍受 那狗子都很骯髒的 都疏伤 都溜皮 狗子问都坚坚 八月十九号里长协同洞宝协会 向这名房客沟通 房客也答应会签切结书 将狗交给洞宝处 只是约定时间到了 人却没有出现 里长担心房客会在家里发生意外 赶紧找来紧销人员破门而入 谁知道门一开 里头竟然只有七只狗 里面也没人 但因为没签切结书 洞宝处只能先将狗继续留在原地 二十二号远在国外的房东 这才跨海求救 就是担心七只狗会就此断送生命 加上自家环境被搞成恶臭肮脏 而且这名房客早有半年没缴房租 气得要提告 人走了却将狗留在原地 完全不顾毛小孩的生命 行为冷血残忍 七只狗目前由洞宝协会送医照顾 记得高雄报道 新的讯息高雄有一名狗主人租了房子 在里头养了七只狗狗 后来人不见了 狗狗就丢在房子里头 让里头脏乱不堪 让住在美国的房东跨海 跟动保团体来求援 而最新的情形 联想请记者李戴娟来告诉我们 戴娟 狗居住的环境怎么会这么脏乱 来看到这七只狗就窝在这个屋里头 屋里头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让狗果腹生存的饮水跟食物 而地上全是这些狗的排泄物满地都是 连狗自己都受不了毛狂掉 而且还都得了皮肤病 那么这个狗主人跑哪去了呢 好 这狗主人原来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之后 就常常不在家 那么也没有来清理这些狗 房东是已经移军美国 后来知道说有这样子的情况 他就向这个动保团体来求援 今天动保团体带着动保处的盐 那么还有里长来到了现场 危急危险你们就可以介入了 你们动保团没有在看吗 为什么要等我怀疑你们差点来做 今天如果屋主没有跟我联络 你们是不是不当一回事 不会啦 为什么不会 那你们上个礼拜五就带走 什么叫他有回来 那你们要等他死吗 没有啦 等他死 你们上个礼拜五就应该把他带走了 其实在之前上个礼拜五 动保处的人就有跟里长 来到这个地方要来找这个狗主人 希望狗主人能够签妾结书 把这一些骑之狗交给动保处来处理 当时这个狗主人是有答应的 没有想到后来他竟然是反悔 必不见面 那么没有这个签妾结书的话 动保处就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狗狗 也让这些狗狗只能够待在这个屋里头自身致命 动保团体看得也很心疼 那么希望动保处能够有所作为 在今天再来看了这些狗之后 动保处已经先把这七只狗 带到了动物医院做安置 那么也会来考虑是不是要强制末路 他家变狗窝 邻居动不了抗议啦 动保处人员从屋里将狗一一救出 看到这七只狗有皮肤病 浑身发臭 毛发脏乱 生活在满是大便和垃圾的恶劣环境中 爱狗人士忍不住了 我刚刚进去没有五分钟 我整个快热死了 没办法呼吸 热得要死 里面没水没饲料 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23号接到一名屋主跨海投诉 他将高雄的屋子租给一名35岁的欧阳先生 对方欠了五个月房租 但因看他还年轻没强制催款 但有邻居投诉 屋子不断传出恶臭 才知他养了七只狗 却为好好照顾 就是这个环境已经都很坏了 人家一直给我投诉 上周动保处会同警方破门进入 但因房客必不见面 没有将狗带走 让动保团体相当不满 那你们要等他死吗 没有啦 你们上个礼拜 我决定该把他带走了啊 动保处和里长说 因为房客又病在身 狗公没立即危险 怕将狗带走 对方会想不开 现在年轻人就吹了 因为他们要把他们暗示 现在他们在老房市 动保处已将狗强制送医 将确认狗主人是否有虐狗 动新闻高雄报导 如果屋主没有跟我联络 你们是不是不当一回事 不会啦 为什么不会 动保人士气到破口大骂 因为屋里早就一片脏乱 有七只小狗被丢在里头 脏乱没有食物 邻居早就无法忍受 狗都很骯髒 都瘦伤 都瘦伤 都溜皮 狗我问都坚坚 邻居说房客是一名 约30岁的男子 因为长期不在家 但竟将七只狗丢在屋内 断水断电 要狗怎么活 房东还得跨海 向动保团体求救 8日16号 里长协同动保协会 向这名房客沟通 房客也答应会签妾结书 将狗交给动保处 只是约定时间到了 人却没有出现 里长担心 房客会在家里发生意外 赶紧找来警销人员破门而入 谁知道门一开 里头竟然只有七只狗 里面也没人 但因为没签妾结书 动保处只能先将狗 继续留在原地 22号远在国外的房东 这才跨海求救 就是担心七只狗 会就此断送生命 加上自家环境 被搞成恶臭肮脏 而且这名房客 早有半年没缴房租 气得要提告 狗的这种状况是很紧急 严重的去影响到 我们邻居的生活正常作息 所以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房客 我们可能会考虑 要提出高速 人走了 却将狗留在原地 完全不顾毛小孩的生命 甚至必不见面 行为冷血残忍 七只狗 目前由洞保协会送医照顾 租屋养狗 却丢着不管 房子脏乱 还干扰邻居 没爱心也实在不道德 记者蔡庄吉高雄报 大厨 大厨 这都可以用 包裹 我们可以用 去 洞保署 可以把它强制借送医 咧 而不是又把它带回去那个 那个什么地方啊 他已经围房 公共保护 有地基危险 你们就可以借路了啊 你們同胞還沒有在看嗎 過了也很吵 有過路的人也都說 說你們這台是怎樣的 會不會這麼硬 什麼啊 什麼啊 跟逼不見的沒有關係 動胞還有規定可以強行介入 你們動胞還有規定 你們動胞就可以把牠強制借送醫 而不是又把牠帶回去那個 那個什麼地方啊 牠已經威皇動物保護法有一級危險 你們就可以介入了啊 你們動胞還沒有在看嗎 為什麼要等我懷疑你們才來做 今天如果服務主沒有跟我聯絡 你們是不是不當一回事 為什麼不會 就是因為怕牠在這裡自殺 上次你們就應該把牠帶走啦 連這個救護車都來了 上次你們已經到車上就要把牠送醫 而不是又把牠丟回去 就因為說屋主沒有 事主沒有些切結說 你們又把牠丟回去不應該是這樣子 你們有公權力 你們要拿出你們的公權力 這些狗帶去動物院 檢查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位先生一直都避不見面 阿晚上都有回來 阿里長一天來 兩三次 這個委託人 杜太太打開啦 這裡又是小孩 這位是小孩 這位是小孩 老實在是小孩 這位是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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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外觀看到的差別就是他有嚴重的皮膚病 上禮拜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來的想法是說 以為是要救人 因為我們連救護動物 說到一個妥善的照護 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 特別登城 那些醫療食品 是入場的 是一個壓力導致 是否忍生下來 其實只能滿足的心 可以分析 是可以分析 但是只能不能把 看來的 是不可怕 它在痛恨的履歷 是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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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